加州明日起DNV重新开放 驾驶考试仍禁止预约 受新冠肺炎的影响 加州车管局DNV已经从3月中旬暂时只开放网上服务 不过从明天开始 加州范围内169处DNV都将重新开放 不过声明中 DNV仍然鼓励居民使用在线服务 或者其他非接触式服务 特别是那些需要更新驾驶证 或者更新车辆注册的居民 打算前往DNV的居民就需要佩戴口罩 同时排队等候时需要保持社交距离 除此以外 DNV也表示 虽然所有办事处都会全部开放 不过并非所有服务都会立刻恢复 像是驾驶测试就暂时不可以预约 另外 DNV对于部分业务会提供有限的服务 并建议大家提前在网上预约 例如车辆验证 恢复被调销驾照 申请残疾人停车证等等 天下卫视记者 陈鸿佳报道 天下卫视记者 印尽 臣